笔墨指燕被称为中国文房四宝 作为中华文明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他的诞生让中国迈入了用文房四宝记录历史抒发情感的时代 并创造了中国风格的书法和绘画 文房四宝对人类文明进程有哪些贡献 何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近日 教育部中国文房四宝工艺传承基地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汤书坤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汤书坤表示 中国的毛笔属于软笔 用动物毛制成 质地柔软 富有弹性 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与表达系统中 毛笔从未离席 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中国呢 它其实是毛笔的体系 它是软毛笔 动物毛笔 那这个动物毛笔的话呢 它这样一种软带弹性 它的这样一种书写的方式 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会发现 那无论是钢笔 水笔 还是说铅笔 它其实都代替不了毛笔的 这样一种书写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尤其是地方说 在书法的体系里面 在绘画的体系 在东方的绘画体系里面 那我们现在说 硬米肯定是代替不了的 世界上最早的纸诞生在中国 公元105年 蔡伦系统总结 西汉以来的原始造纸技术 并加以实质改进 造出了达到书写实用水平的植物纤维纸 史称蔡猴纸 中国纸的出现 使人类文明步入了油纸的时代 那我们在纸传过去之前 那我们会知道 啊 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东西 虽然说你比较羊皮 它也用 纸杀草也用 那我们认为它是经过了治疆 这是很关键的 就是它其实是把它打散 把微观的纤维结构打散 这个是纸杀草不能具备的 法国纸 英国纸 德国纸都很好 对吧 那印大利纸也不错 水彩纸也是很不错的 那我觉得呢 它从体系上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化水彩的 所以它跟中国纸呢 是不太相同的 因为中国的绘画的话呢 其实它比较讲究粤模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的水彩纸啊 水分纸这一类的 我说做这种 一水用头的这个纸的话 基本上它是木浆绵浆纸 它是木浆绵浆纸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近代现代造质体系的东西 从原料到它的成纸的方式 它是不太一样的 唐书坤表示 文房四宝的独特魅力 与其他中国经典思想体系一样 对中华文明区的稳定 及要素传承 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房四宝的话呢 这样一种表达体系 由于它的这样一个魅力 它确实呢 体验过之后 它有独特的魅力 有这种 无穷无尽的 可以打开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知道 它其实也跟中国的 这样一种经典思想设计一样 它对这个文明区的稳定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你有一些经典的形式 持之以恒地往下 大家都觉得它好 不管是内部人外来人 这样呢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坚持和认同 就像欧洲人 还一直认同古希腊的这个思想家 认同古希腊的悲剧喜剧一样 那这种认同 它成为一种文明的力量 一种精神的源头 汤书坤告诉记者 中国文房四宝 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世界不同文化区的人 都能实际体验文房四宝 与中国经典表达系统 这将会成为他们理解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那我们跟很多国家 是不一样的 他们用别的方式来表达 它会有它的一套 类似于中国文房四宝的 这样一个载体形式 所以呢 如果能要熟悉中国文化 那比方说通过文房四宝 你是能够感触到的 我如果用这一套表达形式 来记录自己 来呈现心情 来反映家族 来反映变迁 或者再反映什么东西的话 假设用中国人的这样一种 我们所说的工具系统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开始融入中国